大家好,欢迎收看苏英电影 空气是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 没法呼吸是非常痛苦的 然而有时候不能呼吸 不仅是因为物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窒息 夜晚鞋场大量的工人们走出场区 阿克斯要送一位女子回家 谈话起了争执 阿克斯杀死了女子 这是阿克斯面对警察的询问所坦白的 法官以谋杀和练尸的名义 判处阿克斯绞刑 后来由于证据不足改判无期 监狱里虐待新人似乎是很常见的 阿克斯在这里十分痛苦 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手法 练尸杀人犯再度出现 拥有大量女工的鞋场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独自走夜路回家的女工成了被袭击的目标 罪犯再次出马 但是却没有直接杀死她 只是抛在铁轨上慌乱逃走 女工存活下来 警察开始着手调查 罪犯的摩托车成了线索 通过询问醒来的女工得知另一条线索 黑色贝雷帽 警察们开始追击戴着黑色贝雷帽骑摩托车的人 妹妹找到阿克斯让她重新上诉 那个罪犯不是她 七年之后这是别人的模仿 还是罪犯再度出现 又一名女子被袭击了 攻击她的正是自己的丈夫帕尔 这个长相哭似阿克斯的罪犯 丢掉了作案工具锤子 袭击者和被袭击者缠绵在一起 过后帕尔找到阿克斯谈话 警察终于意识到阿克斯的案子有问题 警察官想要重新审案 遭到其他人的拒绝 帕尔再度出手 又一名女子死亡 监狱里的阿克斯想起来自己的悲惨生活 上诉又遭到拒绝自杀了 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死 警察官开始审理阿克斯案 现场模拟犯罪过程 之前审理阿克斯案的警察们 开始互相推卸责任 他们明知道案件有问题 却为了政绩急于处理 面对警察的询问 阿克斯说出了实情 独自生活的阿克斯没有不再证证明 也有动机 所以自然成了怀疑对象 阿克斯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 夜晚来临 帕尔再次出手 回到家里的他 没有任何慌张 开始和妻子缠绵 检察官找到了关键证据 车玻璃的碎片 帕尔妻子也意识到了什么 准备带妻子离开 通过对帕尔妻子的询问 还有对他车辆的调查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追捕帕尔的行动开始 无路可逃的帕尔跳河 一旦帕尔死了 阿克斯的冤屈就没法洗刷了 检察官跳河把帕尔救了上来 面对询问 帕尔坦白了一切 自己对尸体 或者说昏迷不醒的人 有着特殊的癖好 在阿克斯和被害人分开之后 他击杀了被害人 真相大白 阿克斯在被关数年之后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自由 但是短短数年之后 他就离世了 等待着帕尔的是绞刑 但是他却没有丝毫慌张 表现优秀的检察官 在路上被车撞死 而这辆车更像是警局才有的车 阿克斯案件的关键人物 接二连三的死亡 背后是当局政府 当地政府为掩盖真相 所动用的手段 谁来的正义背后 跟着的还有黑手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